证明选美皇后因国籍争议退出南非小姐比赛 转而参赛奈吉利亚环球小姐 23岁的阿德西娜出生于南非 她的父亲是奈吉利亚人 母亲则来自东非国家莫三比克 在参加南非小姐比赛期间 有人开始攻击她的国籍身份 并质疑她是否符合参赛资格 有一份获得超过1.4万次联署的请愿书 要求将她从选美比赛除名 主办单位面临各界压力 要求政府对阿德西娜的国籍展开调查 南非政府随后在8月7日发布声明 称他们发现阿德西娜的母亲 可能在2001年透过身份诈欺 获得南非国籍 政府表示将继续深入调查此案 因为阿德西娜的母亲 涉嫌盗用一名无辜的南非母亲的身份 这可能导致该名母亲 无法为自己的孩子取得国籍 政府也指出 阿德西娜当时还只是个婴儿 因此不可能成为她母亲的共犯 阿德西娜在晋级南非小姐的决赛后 于8月8日星期四发出声明 表示为了家人的安全和身心健康 将会退出比赛 隔天 耐吉利亚环球小姐主办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了此事件的发展 并正式邀请阿德西娜代表她父亲的祖国 阿德西娜在8月14日星期三宣布自己已经接受了邀请 并很期待参加她口中非洲最具胜名的选美比赛 如果阿德西娜最终赢得奈吉利亚小姐后冠 她将在环球小姐比赛中遇上勒鲁克斯 也就是她在退赛后南非小姐的后冠得主 勒鲁克斯是一名听障人士 她将成为第一位参加环球小姐比赛的身障女性 追随Omult 看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